自己在平时一个人的时候 出行啊 玩啊 会有些什么烦恼呢 主要就是生活方面嘛 我现在就是买不到衣服 就是手里掐着钱你就逛去吧 逛到一天晚上 逛到人上场关门 你也未必能买到一件 关键是买不到美观 对 我估计没人肯让你试 对啊 只要我觉得好像差不多的衣服 就问我说 美女这衣服我能穿吗 连说话都懒得跟我说 不行 不能穿就不能穿呗 连句话都不打我 那出行呢 比如说坐公交车呀 基本上都是主动投两张票 因为我真的得做两张票 好失明 因为我之前吧 也是上车就投一张票 但是后来就边上座的乘客呀 或者司机那种一样的眼神 我心想咋的 反正我站俩座 那我就投俩票呗 那咋的 不错不错不错 我觉得这点很好 很自觉 那我投两张票 那张座肯定不会让别人坐了 那就是我的 关键是没有人 能敢让你让坐 有一次坐车确实是碰见一个白发堂堂的大爷 孩子啊你坐我这吧 我说大爷不用 您做大岁数了 你坐吧 我感觉你比我需要这个坐 那你 我说不行 我说不行 这样我受不了 我说还是您坐吧 尊老爱幼啊 出租车呢 出租车呀 打低不 打低时候少一些 因为就是经常被拘载 招手停下了 没能问 我说去哪呢 走了 什么情况 我又结了一辆 我说师傅 你去哪哪哪 然后说 不好意思啊美女 我这车那个刚大修完 现在那个 限制不需要超载 我说我就一个人 他说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也超载 坐过轿车吗 嗯 坐过 比如说最近嘛 上周周六的时候 晚上开会 回来都比较晚 然后确实是没有车了 然后正好碰见 我们那个店长他 开车回来 我说你烧我一咕噜吧 哪怕说碰见别的车了 我再坐也行 他说你快上来吧 我上去了 哎呀我的单单啊 捡捡吧 我这车忽悠一下 就下去了 我说那大修完 实在没车了 你烧我一罐吧 然后说哎呀妈 这采油门都费劲了 我说实在不行 等会找个加油站 我给你加点油吧 然后你下车的时候 那车忽悠悠起来了 对对对 确实是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 那就减减肥 我也想过减 也尝试过什么锻炼呀 节食啊 还有也吃过减肥药之类的 但是效果确实不明显 你看还这样 你看你在家庭当中 你这样很影响 比如说干家务啊 你也干不了 你干家务吗 干家务得凭心情吧 凭心情 对 什么时候心情 什么时候干什么活 心情要是好的话 我没准一周收拾个两次三次 比如说 你现在心情好吗 我今天吃得比较开心了 或者今天跟朋友出去玩了 大家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的 我觉得心情特别爽 你就收拾一下 对 然后回家我心情也好 对他们我就 也都心情可厚 我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那你啥时候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就好比说 就像说我坐个公交车 那天早上给大姐 嗨老妈 拍我肩膀一下后面 给我整得挺愣的 我说怎么了 你想过减肥吗 我姐这块有一套 那个减肥产品 效果特别好 你看我之前多少多少鸡 现在瘦下来 你看看多好 然后我就觉得瞬间 这车上所有人都在看我 我赶紧把头低下了 我说没听见 你走吧 就这被人挤掘了 就心情不好 一东北是吧 这时候被人偷拍 还偷拍 就是我们属于一个小县城 都有一种微传媒 就发布各种信息的那种 偶尔会看见我自己的照片 是什么人发呢 就是那种做减肥产品的 下面带一段广告词 告他呀 完全是微商发来的 侵犯肖项权 确实是 我也是想 我说找着这人 我非得给他垫舌头 不能动 那你这次到天津来 咋来的 垫体大了 坐飞机来的 飞机舱门口进得去吗 门口还行 挺宽散的 厕所上不去 就是那个道啊 我就这么走的时候 这边刮一下的 这边刮一下 后来我先侧着走吧 收着点 就这么这么这么的进去 就挤到位置的时候 我和旁边那个美女说 我说要不然我坐里面吧 万一你要是出去 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你得爬出去 这动得实在是不方便 她刚才在这动了两下 把这玻璃蹭的都 其实我在这边 不敢太动 你对这工作还顺心吗 还可以吧 我现在在一家药店上班 在一家药店上班 对 你是做销售员 但是销售不是太理想 可能也是因为 与我这个个人形象什么的 都有关系 我觉得你这个个人形象 很适合呀 很忠实啊 是吧 而且非常诚恳 但是现在就是年轻人消费的群体 就是它消费比较高一些 来个美女买款减肥药 我就拿出来了之后 把这个款产品的各种优点 你卖减肥药 那是没人买 确实是 你别卖减肥药 你卖别的呀 别的药还可以吧 就是说经常都遭到拒绝 卖超 平时接老婆上下班吗 接 你拿什么接最关键 加油台下厉 有台下厉 下厉 刚才我压碎了 刚满的那样是 简直没换过 等我俩出一项的时候 基本上一年得换一趟简直 吃的质量不行 老师我给压的 换两吃换两吃 换两皮卡 我也有这种想法